Hello 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介绍在墨尔本CVD的其中一个精品酒店 它的名字叫Adolfi 所以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精品酒店到底是怎么样的 好 进去看吧 好了 现在我已经进来了自家Adolfi的一个精品酒店 大家来看看是不是非常的宽和非常的美 然后说到了这个Adolfi的精品酒店的特色到底是在哪里呢 它的特色就是它是一个甜点酒店 那甜点酒店当然是少不了这些糖果咯 大家看一看 就是酒店非常贴心的准备了很多的糖果给我们 然后呢 除了这个甜点酒店之外呢 你可以发现到这边的地点是非常靠近墨尔本 就是四中心 只是要走一条小街就能到到达最有名的一个 就是餐厅啊 酒店甚至是酒吧的 所以非常适合旅游啊 公干啊 或者是来度蜜月的一些朋友们 好了 现在我们就进去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了 好 来 你看这边有一张就是双冷藏非常关火的一双冷藏 还有非常大的衣帽间 所以大家要去shopping啊 血ping啊 就是买很多东西的时候就不用怕没地方放啊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还有电视机啊 然后还有很美的这些画画啊 还有一个小时 还有 我发现到了一个东西啊 然后我发现到除了刚才一些糖果 然后这边酒店还有一些就是在墨尔本 制造的一些小颗粒啊 饼干啊 都是会准备给大家的 所以我觉得除了来度假旅行之外 还可以去想甜点 是非常享受的一个事情啊 好 现在我们再进去看这个预帽浴室间啊 其实我觉得它的试费还是挺齐全的 好了 大家看了就是休息室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浴室 我们可以就是去看看酒店别的地方啊 来 好了 现在我上来了这个 Adafi Hotel楼上的一个天台酒吧 这个是一个重新打造的一个全新酒吧 而且呢他们计划将在每逢周五就是下班之后 就是好像上班族开放的一个酒吧来喝酒这样子 大家看看是不是非常的优美 而且在墨尔本呢 在天台酒吧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 就是一个风格酒吧嘛 所以大家而且看看这个天台酒吧 它除了可以喝酒之外 看看是不是看到一个小小的游泳池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休闲的感觉啊 好了 就介绍到这边为止了 下次再见 拜拜 对了 这个就是Adafi Hotel的 就是 选选处 然后呢 一进来呢 你就会发现呢 这个装饰物就是一个很大的麻 就是装饰物 然后呢 是非常多人喜欢站在这边拍照的 包括我自己啊 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小型的咖啡 然后你要喝什么咖啡也是可以在前面这边点啊 大家看看是不是非常精巧舒适的一个酒店 好了 现在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啊 说到了谈品酒店 怎么能少了它的这个甜品餐厅呢 其实这个它是 Omnum 是来自这个Adafi Hotel旗下的一家甜品餐厅 为什么我主要介绍这个餐厅呢 这个除了是餐厅之外 它是一个非常在莫尔本非常有名的一个甜品餐厅哦 这边除了可以吃早午餐 晚餐 还有喝一喝下午茶 嗨提之外呢 还可以在这边 就是很多旅客啊 或者是当地人都会来吃这边的一些甜点 是非常有名的一家甜品餐厅 所以大家看一看它的那个 manual 哇哦 我觉得它的甜点选择也挺多的 所以下次可以的话 大家记得下次来这家入住这家酒店的时候 可以来这家Omnum这家 就是旗下的 就是Adafi Hotel旗下的这家甜品餐厅 来吃一吃甜品哦 入住一个酒店 我觉得最主要的不是最贵 也不是最高级 最主要是最舒适的一个酒店 这个酒店给我感觉是非常舒适 就像好像你爱一个人 你不是爱他的人 是爱那个感觉 这个酒店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舒适 而且有一种归属感 非常的一个精巧 舒适的一个精品酒店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入住 自家Adafi的精品酒店的原因了 好 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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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